小公主 在干什么 有没有想我 今天继续跟你讲故事 我的愿望就是把你宠成 我的小公主 朵朵 有你的信了 快递远小猴 蹦跶到小兔子朵朵的门前 朵朵开心地接过信 谢谢你小猴子 每周的星期天 是朵朵最期盼到来的日子 也是最开心的日子 因为这一天 她总是会收到一封 来自大城市里朋友的信 其实也是小猴子最开心的一天 朵朵抱着信 吻了又吻 瞧了又瞧 才小心翼翼地打开 依旧是墨绿色 书写的信 信里写的是城镇里的风景 还有城镇里的趣事 每一件都让朵朵心驰身亡 其实她更喜欢的是 写信人的幽默 以及她的乐观开朗 每当朵朵把不开心的事情 写在信里 诉说给远方的朋友 她便会悉心开导 渐渐地 朵朵也变得乐观开朗 把自己生活中的小事 转变成趣事 分享给那位朋友 咚咚咚 小狐狸 莉莉来敲门 叫朵朵去参加生日聚会 是快递员小猴子的生日聚会 大家为了感谢快递员小猴子 来回往城镇跑 给大家带来便利 于是给她举办了一场生日宴会 小动物们都开开心心地吃蛋糕 他们把奶油 涂在寿星小猴子的脸上 一堆小动物 开心地大闹着 吱的一声 不知道谁 碰开了一扇门 那个房间很漂亮 有白云座的公主床 晚霞装饰墙壁 还有一柜子胡萝卜零食 小动物都惊虚不已 朵朵却愣住了 这个房间和她想象中的一模一样 是她在信里提到的 她渴望的公主房 小猴子一把拉过朵朵 摸摸她的头 宠溺地说道 今天我的生日愿望 就是把你宠成我的小公主 好不好 朵朵羞涩地点点头 心一横 在众人的起哄下 踮起脚尖 印上了小猴子的嘴唇 小公主 早点睡 我俩的小猴子的小传奇 感谢观看